接下来是一起难过的意外消息 台东县台11线 147.4公里处 家母子湾路段 数号凌晨2点多 一辆蓝色休旅车致壮山壁 后座就读台东大学体育系的张姓女同学 被抛飞出车外重伤不治 其他5个人则受到轻伤 而这个驾驶杨姓女学生 她还是2022年杭中亚运的柔道培训队员 相关的肇事原因有待警方调查理清 两名伤者表情痛苦难耐 救护人员在一旁进行初步急救措施 等待救护车赶抵现场 只是对于车祸如何发生的 他们都吓到难以回答 你们车是怎么撞的 速度太快了 我也不清楚 你们几个人哪车上 你们是要去哪里 我也不清楚 蓝色车绿车被撞得面目全非 零件四散一地 就连轮胎都分离了 可见当时冲击地道之大 数号凌晨两点多 这一车6人行进台东县 台11县147.4公里处 加母子湾路段时 疑似天黑视线不良 加上车速过快 自撞上山壁 造成后座一名就读台东大学体育系的 张姓女学生 喷飞出车外 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送医后仍旧伤重不治 而其余五人则分别有多处擦措伤 车子的人全部都躺在地上 然后分别有不同的伤口这样 然后一个是现场就没有呼吸心跳以外 区域都多处自取擦措 据了解一车6人中驾驶是22岁的杨姓女学生 也是国家训练中心亚运柔道培训的国手 与死者张姓女学生和另外两名女性 都是台东大学的学生 儿童型的两位男学生则还是高中生 杨姓女学生是向国训中心请了假 15号要返回台东大学上课 周末期间与好友出游 就在返家途中不幸造成一死五伤的意外 目前监禁确定杨姓女驾驶涉及酒驾及超载 讯后将一公共危险罪并过失致死罪 移送台东地监署侦办 接下集会东科乡报道